大家好,歡迎參加古物古籍辦事處的公眾講座 今天的講題是和充共濟,東華事業對海內外華人的貢獻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展玉宜教授擔任我們的講者 展玉宜教授是香港大學香港人民社會研究所名義教授 對近代中國和香港史有深入的研究 尤其致力於研究慈善事業、商業、文化以及華人移民史等等 今天的講題是特別配合現在在香港文物探知館展出的《決龍於水》 香港歷史建築中的嘉國程展覽而舉行的 所以我們很希望邀請到展教授為我們介紹展覽的其中一大重點 就是東華事業對海內外華人的貢獻 現在我們將時間交給展教授,請展教授 各位好 我都很開心今天有機會來跟大家 面對面去聊天 在家裡邊聽著我們這個節目的各位聽眾 也和你們打個照顧 今天我要講的是東華三院對海內外華人的貢獻 其實我想大家都對東華醫院有一定的認識 因為東華醫院在香港是很深入民生 無論是要病去看病或者病去入院 或者生小孩 或者有些人在這裡出生 或者讀東華醫院的學校 或者有些老人家在護老院 所以東華醫院跟我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 但是我今天希望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比較全年去看東華醫院 這麼多百多年以來的對香港的貢獻 而它的貢獻是很大的 對香港的貢獻很大 對國家的貢獻很大 也都是對海外華人 全國全球這麼多地方的海外華人的貢獻也都很大 希望大家都多點了解一下東華的史跡 還有我覺得我們應該是為東華值得驕傲的 這個是東華醫院的大堂裡面 1888年的總理的營養 我會分三個時期去講 第一個時期就是1870年至1896年 一項一項將它的行善的事跡講出來 第二個時期就是由1896年至1930年 是推行西爾服務 另外就擴建有幾間分園 但是那些慈善的服務大致上都是繼續的 第三個時期是1931至1945年 這個分歧我是照丁新炮教授的分歧 我覺得都很有意思的 這個就是最艱苦的時期 世界經濟大蕭條 由日本侵華 跟著香港淪陷 但是在這個這麼艱難的時期裡面 東華不斷地發揮它的行善的精神 我們先講第一個時期 我們香港 講一講 對不起 這個不是1894年 應該是1870年 開始至1894、1896年 在1870年香港是一個什麼地方呢? 為什麼會有東華醫院的出現呢? 當然有很多方面可以講 但是我先描寫三四個特別的環境 第一個就是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 在1870年的時候 就很多單身的人來香港那裡謀生的 多數是男人 所以當時的男女的人口比例 是男人多很多倍的 而很多人來呢 他們都是一個人來 沒有說大家倦 因為大家倦太貴了 很多人來打工 就是隻身來香港 所以他們如果是病了上來 或者有事了上來 就沒有人照顧他們 所以這一個是令到東華醫院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要照顧一些單身來香港的人士 就是無依無靠的人士 第二就是香港是一個重要的轉口港 我們都知道是重要的貨物的轉口港 但是其實它也是一個人口的轉口港 很多人是利用香港出洋 無論是去東南亞也好 去金山也好 去澳洲也好 去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都好 都是利用香港在那裡坐船 但是更加特別的是 他們回鄉的時候 都是經過香港回去的 很多時候 很多人研究移民史 只是研究一些人 離開他們的鄉下 離開他們的家鄉 就是移民 但是其實移民是一個循環的過程 是有出有入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每年 香港的移民 就是移民 出洋的人 在香港的政府檔案裡面 可以看到有出有入 有些時候回來的人 是多於出洋 所以這件事我們要記得 但是最重要對東華的歷史來說 就是很多這些出出入入的人 都是需要東華的照顧 我稍後會再詳細說 第三就是當時香港政府 是很少所謂福利 這個福利的意識是很薄弱的 不只是香港 歐洲和美國很多國家 對這個福利的概念 其實是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 初期的一個概念 所以誰可以照顧 或者誰能夠照顧 或者誰應該去照顧這些 無依無靠的人 就是由一些私人的機構 例如教會 教會是擔起了很重要的責任 以及像東華醫院這些慈善機構 對政府來說 這是很方便的 因為政府可以保持一個小政府 現在我們很喜歡說 小政府大市場 那時候就是小政府大市場 每個人來賺錢 可以想怎樣就怎樣 政府不會很少管它 而政府當時的預算 或者他們的預算 是很小很小的 他們也是希望可以保持一個很小的預算 所以這些要照顧 無依無靠的人 的洗費 的管理 最好就有人幫他們承擔了 譬如教會 幫他們 可以教育人 教育人 政府也 教會也都有醫院 也都有很多那些 所謂福利的服務 東華醫院 也都擔任了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淡挑 因為東華醫院 也都是做了很多善事 而它也是 基本上它的善事 它的支出都不用靠政府 後來政府又被資助 當年二十世紀 二十世紀 二十世紀 政府的資助很大 但是在十九世紀的時候 基本上東華的支出都是靠華人的捐贈 所以這個 那個 淡挑是很重的 所以我們要先講 有三個 就是 比較是這個環境的因素 是令到東華是要這麼苦 這麼大的 這麼重的淡挑 那好了 第一樣就是中醫中藥 很多些 在香港的華人 當時十九世紀的華人 都不信西醫的 更加不信西藥 那他們覺得 就是聽很多的言言 或者一些東西 覺得如果你病了 那些西醫就會割開你的肚子 拿那些腸臟出來 或者拿你的眼睛出來 什麼東西去買 或者拿去做其他的東西 很多這樣的傳說 尤其是在國內 是反對教會傳教士那些團體 或者一些人士 就很喜歡利用這些謠言 去抗拒那些傳教士 所以這些這樣的想法 在香港也很普遍 第二當然就是 其實很多人看完 覺得中醫很有用 反而西醫 就未必一定是這麼神奇 尤其是當時 那些人很怕進去醫院 那時候香港是有一間政府醫院的 但是很多華人都不喜歡去 因為他們怕什麼呢 怕第一進去 如果你的身體有什麼事 就會撤肢 就是割了你的手 割了你的腳 這些對中國人來說 是不可以接受的東西 因為很多時候 如果你的身體有什麼事 可以針灸 或者你可以敷藥 好像在鐵打 你不需要整隻手臂 或者整隻腳撤出來 這個撤肢 是一個很基本的 大家爭拗的因素 而如果是一個中人 他病了 他進去西醫院 就是西醫院 他是不能選擇的 你不能說 醫生說你要割 那你就要割 但是更加恐怖 他們更加害怕的 就是要否施 因為有些人死了 他要查死因 就要否施 那中國人覺得 這件事真的比死更恐怖 因為 中人看法就是 你死的時候 要全屍的 你的身體 是要所有你的部分 都在那裡 所以身體發膚 受之父母 不可委傷 你不可以整傷你自己的身體 所以在清代的時候 那些人撞的時候 在棺材裡面 連條邊都要放下去 就是男人有邊 連條邊都要放下去 那這個才叫做全屍 所以如果有人病了 進了醫院死了 就被你撤開了一筆筆 就變成很難接受 所以 從壞人來說 第一 有些人覺得 中醫其實已經很有效 第二 對於西醫有這麼多的恐懼 就令到他們更加不能夠接受 西醫的治療 所以 在1870年代 1876年 1869年的時候 就有人提出 既然中國人是不信西醫的 不如 就成立一個中醫醫院 那 提供中醫中藥 其實是東華醫院的最基本的目標 所以提供中醫中藥 一方面是在效用方面 可以治好華人 但是更加深的層次來看 就是 他們覺得 中華醫院的總理 覺得我們可以用回 中國人能夠接受的文化方法 去滿足華人的心理上 和他們的文化上的需要 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從一個文化層次去實行中醫中藥 那 東華醫院的實行中醫中藥 不僅僅是照顧香港的人 我剛才說 很多華人出出入入 但是很多 香港是一個轉口港 很多人來香港搭船出洋 也很多人來香港搭船回鄉下 有很多這些人 他們經過香港的時候 也都需要東華醫院去照顧 因為有時候他們在香港等船出洋的時候 病了 或者他們在外面回來的時候 又已經是殘廢了 或者是老了 或者是逼了 所以很多這些這樣的 需要人照顧的病人 都是由東華醫院去照顧他們 所以東華醫院它的覆蓋面 就不只是香港的居民 而是很多流動的人民 而這些流動的人民 有些是 正如我所說 世界各地都有 有些是出去金山之前病了的 或者是在金山那裡回鄉下的時候病了的 甚至是有些在上海 比如上海去海口 或者是廣東去山東 很多這些在國內的 有些人叫移民 有些人叫移民 但如果是國內就很難移民 很多這些 比如做生意 或者是 其實那時候有一個東西 是考科舉 很多人考科舉 都是經過香港上去北京 或者去其他大城市那裡 所以香港的流動人口 是很大的 而東華醫院它的慈善服務 就是 蓋上他們 甚至 這個是 可以說是 不可以避免 就是因為 東華醫院有這麼特殊的性質 就是一個 我叫做 People's Entreport Board 是人的出入口說 東華醫院它除了是 因為慢慢 海外的華人 就聽到 原來香港有一個東華醫院 是可以照顧一些華人的 在外面的華人 比如 比如澳洲 例如Sydney 有一個 有些人他們病了 要回鄉下的 那他們澳洲那些 社團 就會幫他們寫一封信 就是說 帶回來香港 東華醫院 告訴東華醫院 這裡有位陳先生 他是哪裏哪裏人 比如三水人 或者是 清遠人 他通過你們 跪遠 但是他是 是 瞞著的 或者他是 跪著的 他是有一些 殘疾的 希望你照顧他 很多這些人 送了來東華醫院之後 東華醫院 就會找人 互送他們回鄉下 這是一個很 當時沒有火車 什麼都沒有 交通也不方便 而且我們要記得 通訊也不方便 有沒有電郵 有沒有電話 什麼都沒有 靠信 但是能夠做到很多這些 這些工作 其實是很了不起的 很多時候 東華醫院做的方法 就是 把這個陳先生 帶回去廣州 廣州 他們有一個 171年 遲東華一年 成立的叫做愛玉堂 是廣州其中一個善堂 很出名的 這個善堂 就會接收了這個陳先生 就會通知陳先生的家人 叫他們來接這個陳先生走 如果通知不到他的家人的話 就會由愛玉堂 請人回去 帶他們回去 所以這些這樣的 比如東華醫院 和愛玉堂 是一個對口單位 大家互相幫忙 因為愛玉堂 有時候也會找東華幫忙 所以 照顧病人 照顧一些殘疾人士 或者我們可以叫做一些 弱勢社群的工作 東華醫院是做得很好 在海外國家 就是國內 和香港都做得很好 這就是東華醫院 最初期成立的 就是中醫中藥 就是東華醫院的所謂的 就是東華醫院的所謂的 中醫中藥 就是東華醫院的所謂的 他們最基本的原則 就是要成立中醫中藥 但是為什麼1894、1996年 我覺得是一個分水嶺 作為分這個年期 就是因為當時有鼠疫爆發 就死了很多人 大家都覺得 真的沒辦法搞 現在好像現在我們新冠 每逢有這些公共衛生的問題出現 或者一些醫療上的危機 社會裏面有很多矛盾 就會爆發出來 也都好像我們今天這樣 各有各的主意 各有各的建議 各有各的你又不對我又不對 而當時在1894、1996年 爆發得最 或者突出得最重要的社會矛盾 就是這個中醫和西醫之間的矛盾 我們知道香港的大殖民地 西醫他們的地位當然是更高的 西醫經常都覺得中醫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總之一個你不是科學根據 它就已經是不用再說下去了 所以他們對中醫的態度 是很歧視和很看不起的 但是1869年、1970年有時候成立了 大家都覺得東華醫院很爽邪 不出聲就算了 但是到鼠疫爆發的時候 他們就發覺不可以不出聲 因為如果你在東華醫院管得不好 那這個疫情就控制不了 所以大家就吵架 吵得很厲害了 總之西醫就說東華醫院是不能再接受感染的病人 因為他們不懂得處理感染的病人 就把東華醫院裡面所有的受疫症影響的病人 就是染疫的病人 就拿走去西醫院那裡處理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鬥爭來的 那我也告訴你很多華人是不想去西醫院 所以很多人就走回廣州 那有一個時期 香港政府就不讓那些人離開 那有些人就強行離開 就像現在這樣 想困住你的 你都不讓他困住 所以很亂 大家都很生氣 而且那時候那個疫情的管制 也都是有很多事情令到華人很難接受 就是因為香港那個警隊很小 西醫的醫療團隊也很小 所以為了要去檢查 那些人有沒有染疫 就是我們今天叫做中招 政府就請了很多軍隊去做 當然也是英國人 但是那些軍隊其實懂得做 那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且當時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這個鼠疫的病徵 就是在你的隔壁體那裡 就是在那個疫苗下面 就會一塊塊 所以說來講 如果要上樓去看看有沒有一個病人 就要每個人去摸他的疫苗 那女人又如何呢? 如果是女人又如何呢? 所以當時的華人就有很大的反應 就是說你不能上樓去抓住我女兒去摸她的臉 有很多人就說 如果你被你摸過 那女兒不用教 那些種族和性歧視 那些種族和性歧視 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大家沒有辦法 我又不能接受你的做法 你又不能接受我的做法 所以1894-96年 西醫就利用這個機會 是全面去壓抑東華醫院 用中醫中癮 他說你根本上都沒有 沒有這樣的效能 可以對付一些重要的醫療危機 所以由1896年打後 就漸漸有很多西醫進入 進入東華醫院 就是說我們要保持 確保你不是亂來 因為你中醫差 所以我們就要保持你 而很多西醫 有些是西人來的 但也有一些 是受過西醫訓練的華人醫生 那這些醫生就是在中西醫學院訓練出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文化上的鬥爭 是一個學術上的鬥爭 也是一個政治的鬥爭 演變真的很厲害 因為現在我們社會氣氛 我們都知道 那時候的社會氣氛也很厲害 大家都很生氣 那第二樣 說完中醫中藥 當然東華醫院是贈醫私藥 就是免費的藥 那第二樣就是 很多人死的時候 東華醫院都送了棺材 還有送了地給他們 送了這個臉就是那個儀式 幫他們打齋 幫他們做一些重要的事情 那就出現了幾樣東西 我們需要留意的 就是第一就是耳山 第二就是耳寵 第三就是耳莊 三樣東西 都是東華醫院的善後 就是對死者的善後工作的一部分 那耳山就是有一些墳地 就是東華醫院安排了 那變成有人過身 就可以把那些鮮友撞在那裡 那你知道現在香港 找到山地都很難 那時候當然容易很多 始終都要有手續 還有要有錢 那第二就是耳寵 那耳寵 很多時候就是一些大的災害 例如水災 通常都是風災 那香港70年代 1870年代有幾個很大的颱風 是死了很多人 那很多時候那些人就是在船上 或者什麼呢 就是在水那裡浸死 或者是 你都知道香港的打風都很厲害 那 那有很多的詩是沒有人撿的 那香港政府就叫東華醫院 那你撿了那些詩 就把他們放在一起 就是有一個撞 讓他們是不會死無撞身的地步 那但是有時候就不是這麼 撿得這麼齊 那所以就譬如有 知道有十個人過身的 找不到的 但是有名字 那就可以知道他的名字 那就可以有一個疑寵 那疑寵就是有一個墳 但是就 很多人是在一起的 但是就未必知道誰打誰 或者是有名字 但是沒有屍體的 或者是有一個屍體 就不知道是誰 或者有些是有手有的 但是就不齊全 那這些疑寵就很重要 就是因為 變了一些朋友 或者後人想要拜祭 都要有一個地方去拜祭 那這個租風疑寵 就是本來在雞龍環那裡 但是後來因為政府要收地 就搬去和合石 那其實在五六年 那六十年代香港的 那些山頭 也有很多這樣的租風疑寵 也有很多這樣的租風疑寵 因為很多東華醫院做的工作 都是幫到一些海外或者出洋的人 那所以他就送了這個維州海外的 那其實如果大家還沒去過東華醫院 那其實如果大家還沒去過東華醫院 你應該有機會去參觀一下 普人街的東華醫院 就是總部那裡 有一個大堂裡面 很多很多這些橫編 每個橫編都有一個 背後都有一個故事 或者是港華醫院那裡的文物館 那裡也有很多很多橫編 那我覺得這個東華文物館 是廚傳得很好 那好吧 那我就說回儀妝 儀妝 或者大家都聽過東華醫院的儀妝 儀妝就是一些放棺材 或者是裝骨箱的地方 那它主要就是一個暫時 暫存的一個地方 那以後希望通常的理論就是 通常有找到有地 或者是有機會 就把這些棺材 或者是這些骨箱送回鄉下的 或者是再安葬的 那所以一個儀妝是一個臨時的 可以說是一個臨時的貨倉 但是其實那個文化意見都很深厚 那我剛才說 很多時候東華醫院做的事情 就無可避免地涉及到海外華人 那這個尤其是在這個安葬方面 在原籍安葬這個方面 那個工作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非常非常有意義 十九世紀中期 很多華人出洋 那當然有些人很不幸地在海外過了生 那他們過了生之後 尤其是去比較富庶的地方 比如金山、加州、澳洲這些地方 他們有錢的人會把整個棺材 把死者送回香港 然後送回香港 但是沒有那麼多錢的人 怎麼辦呢? 因為一個棺材 你還要保持屍體 所以其實那個費用很大 坐船也都要錢 那他們的做法就是比較… 可以說是… 可以用一個廉價的做法 就是…我現在拿金山來做一個例子 就是如果有一個人 他是去金山做事的 但是他過了生 那他的同鄉或者他的朋友 就會把他撞在金山那裡 當時也有很多墳墻 有一些也是一些華人墳墻 但是撞在外面 不是一個最理想的 就是安置一個死者的做法 因為不知道有沒有人會奉養他們 供奉他們 我們都知道 如果一個人死了 沒有人供奉他們 沒有人拿東西去拜祭他們 就會變成沽魂野鬼 這個沽魂野鬼的想法 當時的人是一個引起很大的恐懼 現在我們都很大的恐懼 所以香港都有做太平清照 都是要清淨了一些地方 所以慢慢就有些人 是幫海外過身的人 做一些原寂安葬的功夫 通常的做法就是 某軍 例如梁先生過了身 他的朋友會把他撞在當地的墳墻裡 過幾年就把他起骨 大家可能都知道起骨 把他起骨之後 還要用骨箱裝起它 等到有船 有船期適合的時候 就會運回鄉下 說起來好像很簡單 其實是很複雜的過程 因為組織的工作是很難的 因為 通常 譬如在加州 我們知道加州很大很大 那些人死的 就不是真的 每個人都在山牌子裡要死的 對吧 有些人在荒山野嶺那裡死 尤其是想去掘金 或者是起鐵路 那些人 都是在荒山野嶺的地方 所以 譬如梁先生的鄉里 譬如他是信德人 信德同鄉會就會幫他 搞他的身後史 他都要去山上去找回梁先生 在荒山野嶺的地方才行 那 未必能找到的 如果你找到 當然是找個 五座工人去 起了他的骨 擺盤漂亮的地方 放在一個箱裡 然後把箱裡 運回到三藩市也好 Sacramento也好 即是有一些存放的地方 他們也有一些像宜裝的地方 就去三藩市那裡等船 回鄉下 但是很多時候 知道梁先生過了身 但是找不回他的墳 就怎麼樣了 或者很常見 找不回 如果找不回的時候 就會找個 茅山師傅去做法事 把梁先生的雲拍 收回到一個箱裡 那個就叫做招魂箱 我們今天 可以玩這種東西 其實是有的 所以我們 不是我們 所以當時 每一艘船 即是很多船 回到唐山的時候 都會說 我們今次 我們船上 有幾多棺材 有幾多骨箱 有幾多招魂箱 有幾多招魂箱 是很清清楚楚的 而且那時候覺得 是一個很正常的運作 所以我們要在我們的腦海裡 想想 十幾萬的中國人 在加州通宿遊走 在這裡挖完金 又在那裡挖金 真的如果要去找回他們的墳 的時候 真是很大功夫 所以 好了 這些棺材或者骨盃 回唐山 回唐山 他們很多時候 有了東華醫院之後 他們的中途站都是香港的 因為香港是一個船務中心 所有的船師來到香港 然後再坐小船回鄉下 或者在座轉船去其他地方 所以香港是一個 shipping center 是很重要的 這個地位 那些船回到香港 就下了一些 跟東華醫院說 為我們借你的儀裝上擺東西 東華就會收了這些儀裝上 最早東華的儀裝 就是在編尼尼城里 那裡 後來到1901-1900 就搬了上去大口華 現在大口華 東華接收了這些棺材之後 還要去安排鄉下的人 去收回這些骨盤 和東華要了一些骨盤 所以他們又要 第一程就是由國外回來香港 第二程就是由香港回到鄉下 那有些 這個都是很艱辛的過程 因為你要找回 某一個人的家人 不是那麼容易的 這個梁先生 真的在美國死了 就是我一個假想的梁先生 他可能去了十幾二十年 是吧 又不知道他的鄉下的人 還有沒有人在那裡 所以又要 譬如今次回來的 有100個骨箱 這樣才算 這一水有100個骨箱 就要找回 100個死者的家屬 聯絡他們 叫他們去 在某個地方 接骨箱 或者棺材 我們要想一下 任何一個時間 都唯一 不只是接100個骨箱 在家屬回來 另外又有幾千個 在越南裡 有幾千個 有幾多人在日本裡 有幾多人在澳洲裡 有幾多人在澳洲裡 有很多的方向 是不斷地重疊重疊 發生著 所以我們可以想一下 東華醫院 只是和原籍安葬 有關的工作 有幾繁複 而且另外再說一說 都很淒涼 就是有些人 是找不回他們的後人 找不回他們家人 但是骨箱 仍然都會運回他們 鄉下那裡 由鄉下的人 或者他們的同鄉組織 就是在鄉下那裡 建一些異山 撞回這些人 就是很淒涼 但是要做這件事 是要用很多心血 用很多時間 用很多人力物力 也有很多人物的關係 才能做到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也是一個很偉大的工作 所以正如我想說 東華醫院做很多事情 本來的原因就是 幫助香港的人 或者照顧一些弱勢社群 但是不能避免的 就是慢慢他們的工作 就那個範圍越拒絕 越推越寬 而為海外的人做的事情 是很多的 也是佔了很多時間 這個就是愛玉堂 送給東華的 就是你們做的事 是受惠的人 是海外的人 都有份的 這個就是東華 大口環的東華儀妝 你看到有棺材 看到有骨霜 這個就是東華儀妝的門口 東華儀妝已經是成為了 這個非物質文化 非物質文化的法定估計 當然是法定估計 也是非物質文化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很多的文獻 都是可以反映出東華儀妝的工作 所以對 這個地圖 我覺得很有震撼性 就是由葉漢明老師做的 就是他的書裡面做的 紅色的就是 在外面寄骨霜 或者是這個棺材 回去中國地方 在海外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點 中美洲也有 中美洲也有 古巴也有 南美洲也有 然後有紐西蘭 南太平洋 北太平洋 河威爾很多 因為河威爾很多中國人 澳洲你可以看到整個澳洲的東方 東南亞 非洲 歐洲 日本 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 寄回來的骨霜 在香港 從香港再 傳送回國內 我們看到國內的 藍色那些是國內的 收骨灰的地方 收骨霜去棺材的地方 遺體的地方 這是下一個 就是珠江三角洲 或者華南的地區 收到骨折的地方 這兩個圖 我覺得真的 你想想 正如我所說的 19世紀的時候 交通也不方便 通知信也不方便 而能夠做到這麼多事情 是很難得的 有幾個地方值得我們提到 古巴其實 有很多很多 我們看古巴小小的地方 但是有很多華 十幾萬的華 19世紀的時候 有十幾萬華 在那裡 他們寄回來 和東話的關係很密切 另外就是秘魯 南美洲的秘魯 秘魯和東話的關係也很密切 秘魯有一個會 叫做通衛總局 在秘魯的地方 所有的華人 都通過這個通衛總局 和他們家鄉聯繫 而通衛總局的對口單位 就是東華醫院 每一次 就是我看過東華醫院的檔案 通衛總局每一次寄回來的信 一定有幾點的 第一就是我們寄這麼多封家書給你 就是在秘魯的華人 他們寫給鄉下 或者寫給家人的信 譬如三百封或者四百封 請你代他們去分派 第二就是錢 在秘魯的華人 他們要寄些錢給家人 做養家幣 有多少錢 是秘魯的外幣 秘魯的幣籍 請你照顧某軍 A軍 B軍 要寫多少錢 就照他們的指示 去他們家裡給他家人 第三就是有多少副骨折 差不多每一封信 都是這三樣東西走不走的 你可以想想 每一次東華醫院 收到這些信的時候 要處理多少東西 收到一堆信 要幫他寄回去 就是做賣郵局 第二就是錢 就要把秘魯寄回來的 currency 變回港銀 然後用港銀 再變回銀 因為鄉下是用銀 所以變回白銀 所以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 又要看看匯水 因為很多時候要虧匯水 或者要賺匯水 你都要寫清楚 第三就是骨折 每一次都有幾十個箱 或者什麼都要搞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東華醫院 他們做的善事 覆蓋面是很猛的 所以有時候都說 四通八達是香港的優勢 也變成一個淡紙很重 所以在國外的華人 對東華醫院是很感激的 所以在國外的華人 時常都有一種功德無量 還有在生之德 來感謝東華醫院 說到大部分她們 再看幾分鐘 第三項就是東華醫院 做法的方法 就是保護腐嶼 我們想想為何要保護婦孺呢? 在19世紀的時候,香港有什麼女人或女人是需要人保護的呢? 大家能否想到有什麼女人或女人是需要人保護的呢? 大家能否想到有什麼女人? 小女孩為何要人保護呢? 有什麼女孩子呢? 當時香港有很多女孩子,國內也有很多女孩子 我經常說,我們很多時候就忽略了女孩子這件事 在中國傳統來說,每次都有的 例如你看《紅樓夢》,《紅樓夢》裡面有很多女孩子 女孩子多於小姐 其實每一個女孩子這件事,我們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裡面 文學化或者戲曲裡面,我們是習以為常的 不覺得是很特別的 香港也是一樣的,香港在19世紀也有很多女孩子 東華醫院他們保護的或者救的女孩子 就是幫助的女孩子,就不是一般的女孩子 因為如果她的仕頭對她好好的好的 他們都不會做什麼 而是那些被人虐待的女孩子 很多是因為被人虐待的女孩子 所以東華醫院就會幫助她們 另外一種就是很多妓女 當然,當時香港做妓院是合法的 有很多妓女 香港政府也不干涉做妓女 即是不干涉別人扮妓院 但是如果那些女孩子被逼她做妓女 或者是賣給她做妓女 那東華醫院就會去救她們幫她們 有很多妓女 有很多妓女 很奇怪 看回武郎的東華醫院那些妓女 有很多妓女 她們被人騙了 即是在廣州都騙了她們 譬如她認識了一個妓女 她說她要不要去香港找工作 那時候那些妓女很奇怪 很容易相信 現在那些妓女都很容易相信 那些妓女 特別容易相信 那時候她們來了之後 就發現那份工作也不是我想做的 那些人就會這樣 或者警察看到她們說 為什麼你油油蕩蕩蕩 她們說我被人騙了 很多時候 政府和東華醫院是很緊密合作的 因為政府是不想救這些女生 即不是不想救這些女生 即是她不想自己背上身 救了一個女生之後 我怎麼說 難道我要建造一個機構去照顧這些女生 所以她們找到那些女生回來 當然是拿她給東華 後來又拿她給寶蘭局 所以保護婦孺 就變成了是東華的其中一個工作 是後來有了寶蘭局之後 就交給寶蘭局做的 但是初期 即使是有了寶蘭局之後 東華醫院都是提供一個地方 給寶蘭局安置那些 收容的那些女生 收容了之後 還有一些後續的功夫要做的 有些女生 她們說得出自己的家在哪裡 或者說得出有家人 就會送回去給她們家人 有些是直接送回去她們的鄉下 有些是送去廣州的愛育堂 或者其他的善堂 讓她們的家人來接她們 有些是沒有家人的 尤其是很多的女生 很可憐 她們幾歲已經被人賣了出來 很小的小朋友 四五歲被人賣了出來 根本就說不出自己的父母的名字 有些女生更慘 有些女生是她的老公賣她們 賣她們去妓院做事 所以她們沒有一個家人 她們可以回家 所以保囊局就要安置她們 她們安置的方法 就是有時候小時候 找人收養 但是再大一點的 就會幫她們摘偶 幫她們找老公 所以當時保囊局 和東銀院都會 在報紙上說 我們有幾多個女生 如果你想娶老婆 你就要來這裡申請 到保囊局的時候 東華也有做 找人摘偶 就是幫人配偶這個工作 但是當然她做的時間比較少 因為很快就已經有了保囊局 保囊局就幫人摘偶 而且她們都很嚴謹的 就是說你不可以做妾事的 一定要是做大樓 所以你一定要有三書六禮的官夫做出來 而且一定要花巧 一定要花巧來刑取 正正當當這樣做 所以如果你想想 從東華醫院做中醫中藥 那在哪裡都會幫人配偶 和紮偶 那個工作的範圍 就越來越廣闊了 那麼現在平安樓 另外還有一個福壽樓 也是用來安置的人 東華也都安置了很多 我們所謂難民 這個是包括一些 比如在國內來香港做事 但是老了,找不到事情做, 也沒有能力回鄉下的人, 東華已經安置他們一個時期, 然後就送他們回鄉下。 很多時候我們在東華的訪問裡面, 找到這個戶送這個, 就是找一個人去送他們回去的。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因為第一,你要送一個人, 第二,你要信一個人。 所以這個信是很重要的, 當人家托一個人,或者托一些錢, 或者托一個骨箱給你照顧的時候, 你的信是很重要的。 這件事是很抽象的, 但是也是很關鍵的。 所以東華除了收留女生之外, 也收留了很多那些所謂的難民。 這些難民就不是我們今天說的那些 Asylum Seekers 那些難民, 而是一些無依無靠, 也滯留在香港, 沒有辦法回到國內的人。 當然也包括了很多在海外的人, 回來的時候, 就是我所說的, 很多人在海外已經是盲了, 或者是傷了, 或者是閉嘴了。 他們都是通過香港的時候, 都要通過香港的時候, 都要東華去照顧他們。 也有一個時期, 包括了要收容他們。 東華一直到寶良局, 是1895、1996年, 才是自己建自己的縣子。 後來有了禮頓島的時候, 他們的縣子本來都是貼著東華醫院的, 在寶人街、新街那裡。 後來到了1930年, 才搬到禮頓島。 所以東華和寶良局的關係很密切。 早期東華有些資料都是在寶良局那裡的, 所以我看東華的早期的資料, 是在寶良局那裡看的。 所以我就很感受到他們那個, 他們說的叫東寶一家, 很感受到這種現實。 這個就是很多人通過香港回鄉, 都找東華幫忙。 這個就簡直是沒有理會。 這個就是在北婆羅洲, 當時叫做British Borneo, 現在的馬來西亞的一部份。 當時就有很多華人去那裡工作。 這個呢,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是在一間公司, 這些人幫他們打完工, 在北婆羅洲回鄉。 而在那個過程裡面, 就是遣迴鄉下的過程裡面, 也都找東華去幫忙。 連連很多這些這樣的, 就是我不想說沒有來那間的人, 那些大公司都要找東華醫院去幫忙。 有一部份就是經過North Borneo government, 跟香港政府的大家聯絡, 就請了東華醫院幫忙。 那他們的幫忙當然就是, 來到香港, 就是一艘船來到香港, 他們上西岸之後, 就在東華醫院看照他們, 有些是病了的, 那些是有病的,寫著他們。 然後再安置他們, 做到他們的船空, 就乘回自己的幫忙。 所以這個就是甲鳳的想法。 這個甲鳳的思想是, 在東華醫院做很多很多的, 在19、20世紀的時候做很多的, 那這些就是就找他們幫忙。 因為我覺得, 整整的調整政府好像有什麼事, 搞不定就找東華, 另外就是這個救急扶危, 香港當然救急扶危經常都做, 又通災什麼事, 但是這個救急扶危的工作很快也是擴散到, 或者覆蓋到覆蓋面是很大很大的。 我第一樣說的是, 中國有很多天災、水災、火災、 災災等等,有起事上來,東華都出手幫忙, 是很難得的。 其中一個最早期的就是1877年、1878年, 華北災災,那個災災是很厲害的, 死了一千多萬人。 當時的清朝沒有錢, 已經震災震到沒得好震, 而國內的人, 你可以扔心口的人都扔過了, 變成很無助。 當時有人發覺, 其實海外有很多華人, 很多華僑, 你可以找他們幫忙。 所以透過香港的華商, 去聯絡外面的華商。 特別是有位叫丁逸昌, 丁逸昌就是做過福建的巡婦, 他也是很熟悉的潮州人, 他自己應該是公信人。 他就說, 有很多潮州人, 他們自己賺很多錢, 而他們在香港也有很多潮州人。 所以你可以找香港的潮州商人, 那些很成功的潮州商人, 找他們幫忙, 去全世界不同的地方賺債, 去捐錢。 他就發現, 原來這條財路很厲害。 方向出了許多rien, 而他們的真郭泉廠很厲害, 就送了一個橫編出來給東華醫院 所有這些橫編在東華醫院都可以看到 這個就放在文武廟的 這個神威普佑這個是關帝來的 其實東華醫院就不是放在關帝 放在文帝母帝 不過都是 假設是皇帝玉筆 但其實《特朗皇帝》是自己寫的 《特朗皇帝》這個橫編給東華 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榮譽 對香港的這個彈丸之地 在這麼遠的地方 又是一些商人 當時中國社會商人的社會地位是很低的 所以得到這個樹榮是他們很感恩的 是很大名的 然後就跟國內友親這些災難 都會找東華去幫忙去籌振 他們能夠震災的地方、可能捐錢的地方 就是全世界都有美國、歐洲 尤其是美國、澳洲、加拿大 所謂這些金山國家、金山地方 是這個震災的很大的對象 東南亞 這也是很難得的海外環橋 真的很熱心 在1993年 又是水災 李鴻章自己就出了黃河決堤 李鴻章自己送了這個黃河決堤出來給東華 叫見與勇為 李鴻章真的很棒 他說我們對於這些熱心人士 我們給他的最大的鼓勵就是加賞他們 當然這個又便宜又漂亮 黃河決堤 黃河決堤的東西也不是很大 對他們來說的付出不是很大 但是對受這個恩賜的人來說 就是黃恩浩蕩 會很願意做這些東西出來 為國家服務 在英治的時期 有個KGB或MBE 封了一個名銜給別人 那些人就會覺得很開心 或者現在有些金紫經 大紫經 一方面是一個應許 但是其實都不太可用 但是我們希望你再捐一點 因為如果這次捐 你就可以捐一些什麼 但也不夠 我們希望你再捐一點 因為這次捐 你又可以捐什麼呢? 可以捐... 可以買酌味 這個可以捐監生 或者是積銜或者是封電 你可以買一個金紙巾 或者是銅紙巾 或者是KG OBE 就是有了價目 其實當時我年輕的時候 都覺得這麼貪腐 這麼貪腐 其實都不是的 這是公平交易 所以這個可以看到 是做得很公開的 在當時報紙上燈光 在當時報紙上燈光 你不想去電話 你又做善事 你又會得到一個封銜 有些就是 甚至可以捐到 你捐了錢之後 你幫一個人 又是1882年的 東華醫院的主席 他就捐錢出來 為她的父母 她的父母已經過世了 幫他們追封一個封銜 而且更強勁 可以在他的鄉下建立一個牌坊。 這些都可以做出售價。 但是你也要做善事。 所以我們看到東華的手影在這裡都有。 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李鴻章 都很聰明的。你用這些加上的方法 可以收到很大的效益。 這是1885年廣東水災。 張之棟當時是廣東、廣西的兩港港督。 他就說東華醫院呼籲各國的人捐錢。 所以我們應該是加賞他的。 所以當時加索出來的就是萬物行李的。 也是皇帝遇刺的。 這個就掛在東華醫院的大堂。 你可以看到東華醫院周圍有很多環境。 很多這些對聯。 都是可以看到東華醫院, 即是無論是人家賞賜, 皇帝賞賜, 或者是大官賜賜, 或者是一些受益人, 或者是一些受益的對口單位, 去多謝東華醫院的工作。 對東華醫院的工作。 對東華醫院的歷史有興趣的人, 應該都會去東華醫院那些地方, 去看他的環境和對聯。 去看他當時的對他的家庭。 最後就是講一下輕辦義學。 我們都知道辦學校其實是很重要的一種事業。 尤其是東華醫院, 他是看中醫、中藥, 可以從一個文化的層面去看他的。 而中華一直都自己覺得自己是一個, 就是教化是很重要的。 不僅僅是安撫人民, 或者是去照顧人民, 也都是要將這個中國傳統的思想和價值觀念, 是去傳遞出去的。 所以他們辦學, 就是1880年文武廟, 由文武廟義學的成立。 雖然叫文武廟義學, 但是其實是由東華去管理。 之後東華就有很多間義學, 到1928年就已經有21間義學。 它特別的地方就是, 最初就是19世紀的時候, 都是注重經學。 另外除了經學之外, 也都覺得那些窮的弟弟來讀書, 你都要教他謀生的方法, 謀生的手段, 所以也會教赤讀, 或者其他東西。 就是識字是第一樣東西, 最重要。 第二就是懂書信, 如果你是一間公司製造, 你都要懂書信, 懂計數, 但是甚至至20世紀的時候, 東華醫院的學校, 已經加了很多新的科目, 比如數學、科學等都加了, 但是始終是經學是很重要的。 這個跟政府學校是不同的。 政府學校也是有舊中文, 但是不是從一個經學的角度去看的。 所以東華醫院是以自己作為一個教化的工作者, 那個意義是很重大的。 到今天都是東華醫院, 學校都是很注重這個德行, 我覺得是比其他學校注重德行是多很多的。 當然,東華醫院的教育工作一直擴大。 到今天我們都知道, 大家有沒有跟東華醫院的學校, 有沒有一些關係? 有沒有兒女在東華醫院的學校讀書? 那你在東華醫院的學校讀書? 你在東華醫院的學校讀書? 你在東華醫院在那裡讀書嗎? 你在東華醫院的學校讀書嗎? 你兒子在那裡? 是一個教育機構來的 講完第一個時期了 是不是很長? 是不是很長? 需不需要休息一會兒? 是喝口水 說得太興奮了 其實我不用這麼大聲 因為有一個麥克風 第二時期 我是用1896年來做一個分水嶺 我已經解釋了 就是本來是堅持用中醫中藥的東華醫院 亦都是抗拒不了西醫和政府的壓力 所以他們會慢慢接受西醫服務 對某些人來說 當然這個是很好的 西醫這麼好 西藥也是這麼科學化 我們應該是很開心的 但其實我們回想一下 在19世紀的時候 西醫的知識 沒有現在這麼完善 他們有很多東西 譬如在19世紀的時候 他們還沒有發明 麻醉藥 所以他們要開刀的時候 就這樣開刀 就這樣開刀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 其實有些人是抗拒 被別人割開 或者被別人切枝 那些是很正常的 也都沒有抗生素 所以很多時候開刀的時候 就會有抗炎 所以很多人不是因為開刀死 而是因為那個病毒死 所以如果我們想回 19世紀的時候 西醫有多落後 我們會覺得 如果我是一個19世紀的華人 如果被拘捕去西人醫院 要割我的鼻子 我也會很擔心 對嗎 Anyway 到20世紀的時候 由1996年 漸漸東華醫院的醫學服務 就越來越受西醫的影響 很多他們的設備 多數都是西醫服務 尤其是 反而中醫服務 就比較邊緣化 這個也是可惜的 我自己也覺得 其實中醫本身是很好的 中醫是很好的 最可惜的就是 很多受過西醫教育的 中國人醫生 都覺得西醫是正宗的 很看不起中醫 我覺得這個是很可惜 或者看回歷史的時候 我們都要看回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所以 這個轉變 由中醫服務 主要由西醫服務 變成了 主要由西醫服務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我覺得 但是最好 我現在更加開心 就是 現在已經開始說 要結建立中醫醫院 希望有中醫醫院的時候 就可以再 現在其實很多人都提中醫的 中醫都很 我經常覺得香港的醫療 我們很幸運在香港 就是一方面有很多西醫 但也有很多中醫 很多時候 小小的病痛 我們都可以 一包茶喝 香港人經常都有煲湯 所以我們自己身體的保護 其實是很中西合避 第二時期 因為香港的人口 越來越大 越多 尤其是在1998年 還包括新界 所以人口 一方面是自然的 擴張 第二就是因為 有了新界 增加了 人口是突進的 所以就 在九龍那方面 就建立了廣華醫院 就是1911年 在窩袋路上 建立廣華醫院 其實今天我們這個文物館 就是廣華醫院的大頭 原來廣華醫院的大頭 我想我們看回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會記得廣華醫院 其實都很老的 今天我們現在已經第三 不知道第幾次重建 會有一個很新的醫院 但是這個文物館的存在 是提醒我們其實它那個中醫的 或者是這個中國文化的根源 其實是很深的 而且這個 我想這個文物館的存在 就是今天我們看到它 也都可以幫我們想回 當時的東華醫院 就是普仁街1872年 起好的東華醫院 那個樣子大概是怎麼樣 另外就是1929年 在東華醫院 東華東院 就在蘇港埔那裡成立 這些基本上都是西醫院的 很快就這次我們說了 第三時期就是最艱難的時期 第一就是世界大蕭條 有不同的定義 有些人就說1929年 在美國已經開始有個 華爾街大塌 那時候就是這個世界蕭條 但是其實在亞洲這邊 就是那個效果是比較遲些的 到3、1、3、2年就開始感覺到 那對東華來說 是有幾個大的影響 一個就是很多海外的華人 就回鄉下 因為他們在海外找不到工作 很多的藏交員 或者工廠 或者其他東西都關閉 所以他們就回鄉下 但是在那個回鄉下過程裡面 很多很多人 經常都需要東華醫院的幫助 第二就是 就是 捐錢的人就少了 所以捐錢的人就少了 所以捐錢的人就少了 需要幫助的人就多了 所以東華醫院在這個時期 經營得很艱難 第二個時期就更艱難 還有日本侵華 接著就有很多難民 這些是在上海那裡來的 1937年 這些是在上海那裡來的 1937年 這些是在上海那裡來的 1937年 是在廣東來來的 1938年廣州淪陷 很多很多人在廣州來來的 廣東一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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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新聞 香港 英國最近有很多難民 有些人坐船去 你們有沒有看新聞 他們說 哎呀我受不了了 就要把他們送去Rwanda 其實這個情形就像這樣 香港 很多很多難民 當然我們不可以送他們走 所以就要安置他們 他們是來到 但是你沒有辦法抗拒 不可以拒絕他們 這個是1941年 日本打香港 他們炮香港的時候 很多華人 就進去那些 中國人進去那些 防空洞那裡 到12月25日 香港航行 日軍就去看著 叫那些人 在防空洞回出來 所以這幾樣東西 對東華醫院來說 都是很大件事的 因為 世界蕭潮 很多難民 很多人 在華僑 在海外 回到中國 經過香港 由於香港 東華醫院去照顧他們 日本侵華的時候 也有很多難民 湧到香港 由於東華照顧他們 日本淪陷的時期 更慘 因為根本上 籌不到錢 就算籌到錢 也沒有藥賣 所以醫院的經營更加困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第三期 是東華最困難的時期 最多人需要他幫助的時期 也是他最難去幫助的 但是 都是做了很多事情 這個 有時在最艱難的時期 才可以看到東華的貢獻是多大的 好了 我講到這裏為止 就是四五年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 其實四五年之後 和平了 和平了之後 都沒有說所有的事情 都是天下太平的 其實 有幾樣事情是很重要的 就是 那個廣東水災 四七四八廣東水災 哇 很厲害 那東華醫院就籌很多錢 拿去 這個是高要 籌錢回去幫助那些人 蓋起提霸 而四七四八年的時候 東華自己的總理 是 看到他們如何去建立 真的落手落腳去做的 那有一本書 特別是 記錄了 四七四八 廣東水災的時候 當中華醫院的工作 所以這些都是 令到我自己本身就覺得是一個很偉大的機構。 到50年代,繼續都是要做這些派送食物的工作。 到這裏,我們要做一點點的回顧。 東華醫院的第三個時期,我就不說,因為是說不定。 但是我記得東華醫院的工作,每一類的工作都不斷地擴張、加深。 這個概念是越來越大。 另外,到了1965年之後,它和政府的合作是更加密切的。 而政府給東華醫院的資助也更加多。 因為政府是很需要東華醫院幫助它,去送付一些服務。 例如託兒、護老、青年中心、康復中心等。 很多這樣的事情,政府現在做不了。 它寧願資助東華醫院,由東華醫院去幫助它,去提供這些服務。 所以我們回顧一下,香港是一個很重要的國際港,是四通八達。 一方面,是一個很重要的轉口港, 亦是提供了空間給一些華商的精英, 就是東華醫院的創辦人, 令他們能夠為地方服務。 但是他們的服務範圍不僅僅在香港, 而是一路伸延到國內和國外。 它的重要性就是中華文化的意識很重。 這個文化性是很值得我們去思考。 它對於全球各地的華人的貢獻, 我覺得我們都值得去欣賞。 很多時候,我們去在東華醫院, 現在就說多了, 但是以前說的東華醫院, 或者是東華三院, 都是說東華三院在香港的工作。 但是我覺得我們要了解東華三院的貢獻, 應該是看它對國外人, 對世界各地的華人, 對中國各地的華人, 所做出來的貢獻。 我覺得我們要考慮一下, 它做的工作的種類有很多種, 規模也很大, 規模大到有時候真的不可思議。 又想起它的時間多長, 即是做了百多年, 而且它的覆蓋面是很寬, 世界各地都是受益的。 我覺得我們是值得為東華醫院的貢獻。 很感謝, 現在是一個問答環節, 有興趣發問的朋友可以舉手發問, 網上的朋友也可以透過Zoom的問答功能發問問題。 如果你舉手的話, 我們會給大家的咪高峰。 我先問了網上的問題, 剛剛有一位朋友就問, 看到東華一直都有很多的貢獻。 他就說, 想問在不同時期的時候, 其實是否東華的貢獻都會有一些轉變呢? 例如早期就可能是完職安藏, 但是後來呢, 會不會將那個集中點在另一個地方呢? 是啊, 其實東華醫院的貢獻, 或者它的工作範圍, 其實是不斷地隨著時間, 隨著時代的轉變。 原職安藏這件事, 現在已經不太重要了。 或者跟一些年輕人說話, 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都不明白為什麼要這麼重要。 但如果我們想回, 很多時候我覺得我們研究歷史很重要, 就是要把我們自己放回當時的人的處境。 當時的人, 譬如我是一個去了外面掘金的一個人, 我會很害怕的一件事, 就是怕在海外死了。 那你嚇死而鄉, 對中國人來說是很淒涼的一件事。 那他一定是會希望, 死了之後可以撞回鄉下。 因為他的子女是在那裡, 他的子孫在那裡。 那如果他撞回鄉下, 以後都會有人供奉他們。 但是你在海外死了, 可能就沒有人, 連屍體也沒有人被撞回鄉下。 所以那個恐懼是很重要的。 那除了那個當事人之外, 他周圍的人都很害怕有人在那裡死了。 因為如果你不好好處理這個死亡, 或者這個死者, 可能他變成了孤雲野鬼。 那如果有很多這些孤雲野鬼在那裡, 你就是7月中, 你就很害怕了。 所以大家都有這種心理上的需要。 每一個人都有這種心理上的需要。 整個社群體來說, 也有他的心理上的需要。 鄉下的人也有他的心理上的需要。 例如, 大家也知道, 如果有一個人回鄉下撞, 他會找一塊很好的風水的地方。 這是為及子孫, 大家都安心。 但是如果他在海外上過生, 就不要說風水, 不要說他的墳, 可能墳也沒有。 所以這個對於死亡的處理, 是19世紀的時候的人對我們現在, 比較我們現在對死亡的處理是很不同的。 這個是一樣的。 還有這個教育方面也是。 現在多了很多, 二十世紀開始多了很多辦學機構。 所以都說, 除了東話和教育, 除了東話和教會之外, 也有很多其他辦學團體。 所以東話的辦學的地位, 當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沒有那麼獨一。 還有很多國際學校。 所以香港的教育的提供者, 或者教育的性質, 是多元了很多。 謝謝葉長輝, 有其他問題嗎? 剛剛聽到的介紹, 都知道是很多人力、物力和財力, 才可以做到這麼多的工作。 亦都做這麼長時間。 其實我反而想看看, 其實當年, 籌款、鎮災、 總理、主席, 我相信都是貢獻很大。 我反而想看看, 其實他們是好著一個什麼的心態, 或者他們怎樣可以這麼積極, 而且似乎是沒有什麼回報的一種貢獻。 我想, 不知可不可以看, 可以了解到他們當時, 他們是本著什麼的心。 即是, 即是, 那個心, 那個心是怎樣呢? 他的動機是怎樣? 對, 是怎樣一回事。 我想看看, 不知道有沒有這方面的。 其實我想, 做善事這方面, 就很難去估計別人的動機是什麼。 但是, 當時, 在香港, 有幾個比較特殊的環境。 第一, 就是一個英國殖民地。 所以, 很多華人在香港, 覺得需要華人去照顧他們。 就不可以等外國人去照顧他們。 所以, 東華醫院的總理, 也是一種為華人服務的心態。 至少他們說出來, 是這樣的。 而且, 提供中醫中藥, 也要符合華人的文化上的需要。 就是, 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懂得如何照顧中國人。 我們提供的醫藥, 或者我們提供的燒冠灼, 那些是華營的需要。 這是一樣, 是比較有些民族意識的。 第二, 就是這個教化。 這個是和中國的, 這個很奇怪, 因為香港的最高階層是商人來的。 而當時國內是士農工商。 士農工商是四個階級, 商人是最低的。 那香港最高是士, 就是要讀書, 考科舉, 做官, 這個才是政途出身。 但是香港的商人, 就不是讀書人出身的。 那變成他們在香港, 那些商人在香港, 就扮演一個, 好像中國裡面, 士的功能。 其中一個功能就是教化。 所以香港, 我經常說, 在香港, the merchants with the top dogs, 就是沒有人, 沒有士的階級在上面, 在那裏擋住他們。 他們已經兇了, 有錢就兇了, 但是中國不是, 你有錢, 你沒有功名, 你也不兇了。 所以香港就造就了這些精英, 華商的精英。 他們也發揮了他們的士的功能。 就是照顧那些弱勢社群, 還有做一些功德的東西, 還有教化。 所以他們很強調他們的文化傳統就是這樣。 雖然我們不是事, 雖然我們是商人, 但是在香港的商人, 在這個階級裡面, 商人就是最重要。 是否也是一條網上的問題呢? 我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嗎? 當然, 其實有很多事情, 很多人會說, 是雕名釣語, 是嗎? 雕名釣語, 是嗎? 雕名釣語。 但是, 其實這些是很難說的。 現在, 你給大使經或者什麼, 沒有人說是惡要的。 每個人都要。 但是, 你不是說, 有些人是做善事或是做善事, 你給他一個賞賜, 他很開心。 但是, 是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偉大呢? 是不是有些人是專門為了去追求這些名譽, 而去做? 這是很難說的。 但是, 他們做了, 我們都要謝謝他。 蛤?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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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那時候他們賺了很多錢的。 而且, 正如我所說, 他們, 因為在香港做生意, 他們的對口單位很多, 外面有很多的商業協助, 是嗎? 所以, 他們想呼籲那些人捐錢, 美國有很多人會呼應, 因為, 如果你做生意, 別人叫你捐錢, 你覺得我沒有錢, 那你會很窄, 是嗎? 你會覺得這個人, 你以後沒有跟他做生意。 所以, 對於他的相遇也很有影響。 所以, 這是很複雜的, 是嗎? 而且, 大家也要相信。 所以, 對做生意的人來說, 就是, 你能夠捐很多錢出來, 亦都是被人看到, 你做生意的, 很有能力。 其實, 很複雜。 剛剛有位網上的朋友, 他都問一個, 他都覺得很複雜的問題, 就是覺得, 那時候, 那些通訊又不發達, 又沒有銀行匯據那些, 那些, 外面很多人捐了很多錢, 到底是怎樣確保, 我捐的錢真的能夠到東華手, 又可以去到有需要的人手上呢? 其實, 對這個僑匯的問題, 譬如, 某先生, 例如李先生, 他在加州某一個地方, 他想捐, 不是, 想捐錢回去給家裡的, 這個是很常見的, 就是每個出洋打工, 都是為了要捐錢回家裡, 買田買地, 很威風, 有些就捐錢回家裡, 買田買地, 真的很威風, 有些就真的捱生捱死, 寄了一兩元美金回去, 那他們要寄錢回家裡, 就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 因為, 你不能在銀行那裡用手機, 所以, 他們的錢就要在一些, 譬如, 加州這樣才算, 加州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譬如, 我是李先生, 我就會拿一元, 或者兩元, 或者三元, 去我附近的唐人店舖, 很多是雜貨店, 或者是賣乾貨那些地方, 給他三元, 這三元是要拿回唐山, 去中山某一個縣, 某一個村的, 那這間店舖, 就會收了很多錢, 就會, 拿去, 譬如, 三藩市這樣才算, 拿去三藩市某一間大店舖, 那這間大店舖, 從很多很多地方那裏, 所以, 這三元其實是經過很多人的手, 才去到三藩市, 然後三藩市就要越洋去香港, 因為所有的錢都是回來香港先, 在香港那裏, 譬如, 李炳記, 李炳記的李炳記分店, 收到那些錢之後, 又在香港這個分店, 又去, 就好像Relay那樣, 接力那樣, 一個個地方, 回到這個李先生的家, 李先生的家, 收到這個錢之後, 就要簽回收, 有個收條, 又經過很多很多人的手, 就去李先生的手上, 我老婆收到錢了, 這個過程是很艱鉅的, 可能很多年都不知道, 問題就是, 可不可靠的? 答案就是, 不可靠, 那就是怎樣? 這個不是很公平的問題, 大致上是可靠, 也都是很多人用這個方法, 當然, 來不中有一、兩個人走了, 或者公司走了, 但是很少很少, 所以這個, 從一個風險管制的角度來看, 它是有風險, 但是是控制到的, 很多很多錢是這樣, 一手一手, 一手交一手, 拿去回鄉下, 那是很多個月之後的事, 就是這個李先生, 給了那幾元, 直到他收回那個收條, 是很多年的事, 但是他是很信任, 即是, 你必須相信他, 否則他沒有其他方法, 那似乎出事的問題, 就是, 有出事是很少的, 那都是可靠的。 還有其他問題呢? 我剛才聽到, 那些死亡的人, 就很介意被人家剖開, 說要傳屍, 叫做受知父母, 不可以剖開, 到今時今日, 現今社會, 或者將來, 因為現在有無言老師這件事, 無言老師, 我不是聽清楚了, 無言老師, 現在現今社會有無言老師這件事, 是將一個遺體, 自己未死之前, 可能簽了一個受益書, 或者是網上簽了之後, 就捐給一些叫做, 叫做中文大學, 或者是香港大學, 是呀, 其實中間這裡, 東華醫院, 或者東華三院, 有沒有知道呢? 這個問題, 我也不知道, 當然現在我們對死的看法, 是很不同的, 我為什麼會這樣問呢? 因為我網上有填了一件事, 你什麼? 我也填了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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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現在我們對死的看法, 真的沒有很多奇怪的灰灰, 我以前十九世紀的人, 真的覺得是不可思議的。 網上高, 又有一個朋友問問題, 他就問呢, 東華的出現和貢獻, 其實是不是跟當時香港的歷史背景有關? 是不是香港的歷史背景應運而生? 我自己對歷史的看法, 就是有一個必然, 也有偶然的, 有一些這樣的環境之下, 如果沒有這些環境, 東華醫院做的事情可能是不同的。 但是, 是不是一定有這樣的環境, 就一定有一間好像東華醫院的機構出現呢? 這也是一個問題。 其他朋友有沒有問題呢? 剛才你提過, 第三期的階段, 即是1931年到1945年的階段, 其實是東華都比較艱辛的一個階段, 那就是大蕭條, 也都有香港淪陷, 那一方面就捐錢的人少了, 經濟又差了, 但是另一方面又有戰士, 或者難民要求服務的人, 也都是增加了這樣, 那東華在這段時間, 譬如過往都很多, 善準人工去捐錢, 不單止幫助自己, 也都幫助國內, 在那個階段, 其實東華的資金來源, 會怎樣捱過這個時間呢? 我想知道一下, 我都不太清楚, 但是, 我現在猜的, 我現在猜的, 我一定要跟東華在這裏, 再看他們的文件, 都買了很多物業, 那他們會不會拿那些物業出來, 或者賣, 那我就不知道, 這個是其中一個, 他們的資源, 我現在說, 我完全不知道, 我現在猜的, 但是很辛苦, 而且他們是買不到藥, 所以, 可以捱過來, 其實都是一個奇蹟, 而且他們沒有政府資助, 所以, 我覺得是, 很慶幸, 有東華這個機構, 所以, 也是的, 我想, 是給人一個很, 發人心醒的, 有時候, 艱難的時期, 始終都可以捱過來, 所以, 我再問一條網上的問題, 有朋友問, 你剛剛說過, 原籍安葬這件事, 那有沒有說, 大概到什麼時代, 才沒有再需要提供原籍安葬的服務? 原籍安葬, 到四零年代, 就經過幾個階段, 就是四五, 四一年打仗, 變成很多在外面寄回來的官, 即是那些遺體, 就滯留在義莊那裡, 有些進來, 但是出不去, 當然, 打仗的時候, 就停了, 但是, 到戰後四五年, 有一部分, 就馬上送回鄉下, 而戰後, 也有很多在外面, 尤其是越南的地方, 很多很多, 因為打仗的時候, 也有很多, 到四九年之後, 就停了, 因為國內是覺得不需要, 不需要有這個服務, 但是, 爾莊仍然是很旺的, 現在爾莊是滿了, 因為疫情嘛, 很多人就, 過了生之後, 那些棺材, 放在東華那裡, 因為有些人在國內, 在那些墳地買了, 但是, 因為疫情回不了, 所以, 他們不在海外, 即是不在海外回來, 香港過身的人, 他們的棺材, 不能回到國內, 所以, 就要在東華那裡借宿, 這樣就滿了, 現在就是, 是的, 滿了, 所以, 爾莊是很有, 不同的時代, 有不同的功能, 我爸爸過身的時候, 都在爾莊那裡, 就是那個棺材都在那裡, 停了兩三個星期, 因為他找地, 因為他死得很特別的, 他過身之前, 還沒有買地, 這是很久以前, 70年代的時候, 所以, 一定要放在那裡, 等他找地, 等我們家裡找地, 所以, 預章是符合不同的需要, 嗯? 有啊, 是的, 很旺的, 很多人都去拜的, 很厲害的, 所以, 東華醫院那些是很神奇的, 那些東西, 你以為他是, 應該沒有那些東西, 他還在那裡, 而且, 爾莊是一件事, 我真的覺得好, 我覺得好嗎? 他每天都裝香的, 東華醫院的大堂, 每天都裝香, 他們是供奉這個神龍的, 所以, 我覺得這件事, 是很有文化色彩的, 是很有文化色彩的, 市教授, 我反而有一個好奇, 其實, 澳門都開發了很久, 這麼久, 比我們香港, 但是, 香港呢, 就當華三院, 就好像統領了整個華人, 幫忙的活動, 的統籌, 那在澳門方面, 為什麼他好像做不到, 還有沒有一些機構, 好像好像, 他有一個鏡湖醫院, 鏡湖醫院, 和銀行堂, 和銀行堂, 他們都做很多事情, 但是, 他們都有沒有跟東華的合作? 有,有, 所以,如果我們看東華的文件, 就很多跟鏡湖醫院的來往信件, 有, 因為有些, 譬如中山,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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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影哨的, 那些, 那些大家都非常愁言, 很難煩惱, 那個人這麼緊那些, 就是從許多人在所謂這些, 就是, 就象徵是媒體會比較廣傳的, 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下堂了 所以请大家再次热烈的掌声 谢谢李奥怡教授 谢谢 刚刚大家听了很多东话和家国的关系 有兴趣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去我们专题展览厅看看我们的展览 而我们下一次的讲座就在下周六 11月12日举行 讲题就是海域周老 从香港大学本部带楼 博海思楼 邓志昂中文学院到冯平山图书馆 由冯錦榮教授主讲 欢迎大家参加